直话直说 有愿力你做不到,你也是一个麻烦师啊,对不对啊,所以一要有愿力,二要肯有实力,就实实在在去做,对不对啊,所以你看,师父许个愿力,我说,哎呀,我每一天活着一天就要救你们一天,你看我哪一天停滞过了,我在,我在行愿呀,所以很多法师叫行愿法师,行自己的愿力呀,叫行愿,对不对啊, 对对对对,师父,你看今天有个同修问,他不是得了癌症晚期吗,他许愿一千张小房子,我就问,我就说,师父,那你像他这种晚期的,他能做到一千张小房子吧,万一做不到,他又违愿了,你像这种情况如何圆柔的给他解答呢 这个很简单了,这个讲老实话,他有这个愿力,他如果是真心想念一千张,对不对啊,他说不定就能活到一千张念完,这是没问题的,但是并不是说他念了一千张一定能活,听得懂吗 这个道理很简单,这个道理叫什么,这个道理就是说,你有这个愿力,菩萨会成全你,但是你,成全你,你有这个愿力,但是你不一定这个愿力,弄完之后,你就一定能够成功的,因为他还有一个,还有你自己的根基啊,业障多大多小啊,都有问题的 明白了,明白了,谢谢师傅的自闭干涉